第五百八十章 拜王 那背靠着一棵巨树 不断剧烈咳嗽着 一口口鲜血 从嘴里喷出来的风仓 后者的气息 在此刻萎靡到了极点 这场惨烈的交锋 林董似乎赢了 寂静迟迟了片刻 终于是有着一些 倒吸冷气的声音响起 一道道犯着恐惧般味道的视线 再度看向了天空上 那道年轻的身影 青年脚踏虚空 在他的身体之上 鲜血不断地滴答落下 而后随风飘散 淡淡的血腥味道 在半空中扩散开来 两人形象都算不得太过的潇洒 当然 在见识了先前那等惨烈之战后 没有一个人会对此刻的林董形象 而心生丝毫地呲笑 那场战斗 即便是牧林等人 都是唯有用满心震撼四个字来形容 他们都很清楚 就算是他们亲自动手 都绝对不可能将拥有着天洁灵宝的风仓 逼到这种地步 所以即便林栋此战是惨胜 但那也远胜他们 而在那满天目光的汇聚下 林栋的身形也是逐渐地 落至那不断吐血的风仓前方 眼神漠然 你赢了 风仓抹去嘴角血迹 面色惨白 抬头盯着林栋 声音嘶哑 神情颓败 林栋盯着风仓 却是微微一笑 上前两步 手掌轻拍了排后者的肩膀 那般模样 倒是显得极其的熟络 而同时 他的身体表面 涌动的原力 也是在此刻悄然减弱 望者走上前来的林栋 风仓正了一下 旋即脸庞上 浮现了一抹苦笑 手掌轻滑 低垂的眼中 猛地掠过一抹阴毒之色 一抹寒芒掠过掌心 然后狠辣地 对着林栋的心脏 暴肆而去 力气切割肉体般的 低沉的声音响起 风仓手中的寒芒 在距离林栋的胸膛 扇还有半寸时 突然凝固 他张大着嘴 望着面前 那张脸庞上 依旧擒着笑容的青年 后者的指尖 此刻已是 如同利剑一般 穿透了他的喉咙 能走到这里来 靠的并不是天真 林栋盯着嘴中 雪墨疯狂涌出 眼神无比怨度的风仓 轻声道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你输了 那便将会一无所有 我知道 若是我输了 你的手段会比我很十倍 不过可惜 你没有那种机会 林栋伸出右掌 在其掌心 有着一道璀璨颜色的 涅槃印纹 旋即他抓起风仓的手掌 在其掌心 则是有着一道金色的涅槃印 这是天极涅槃印 林栋掌心轻触上去 然后风仓手中的金色涅槃印 便是一种惊人的速度消散 而林栋手中的涅槃印 则是迅速地从颜色转变成的纯金之色 吸收了风仓的涅槃印 显然他的涅槃印 也是达到了天极的层次 风仓面容争鸣而远毒地 望着林栋将他的涅槃印所吸收 想要说什么 但嘴中的雪墨却是将其话语尽数阻拦 最后眼中的声击开始迅速地消散 最后砰的一声 缓缓地瘫倒而下 见起一地灰尘 这曾经名震万象城的超级王朝首领 竟是在刚刚进入核心地带时 便已是丧失了竞争的资格 成为了这片地域无数亡魂之一 木林等人望着那眼神冷漠的抽回 燃血的手指 后者那漠然的姿态 即便他们都是感到了一种隐隐的寒意 显然事都没有想到 这平常看起来温温和和的家伙 在真正动起狠手来时 竟是如此的狠辣 这风仓一死 风云王朝就垮了一半啊 木林叹息道 亲眼见到这样一个强悍的王朝变成这样 即便是他都是有些唏嘘 恐怕不止一半 木寒月翘脸复杂的轻声道 门檐木林面色也是猛到一变 突然抬起头望向远处的一片森林 那里有着一股狂暴凶利到极点的气息爆发而起 白虎破军拳 呼啸响起 一道低沉但却蕴含着五匹沙发之意的立合之声随之响出 而后那片森林剧烈的颤抖 隐约间众人仿佛是见到了一头巨大的白虎闪现 紧接着一股狂暴到极致的拳风 弥漫着沙发与惨烈一拳轰出 大地颤抖那一拳挥出 直接是生生的在地面上 辟出了一条百丈巨大的深深勾曲 奔腾的白虎夹杂着无尽的惨烈与沙发之意 也是在这一刻凝聚着小颜全身的力量 重重的轰在了那一道多闪不及的壮硕身影之上 砰的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响起 那道壮硕身影猛的倒飞而出 鲜血狂喷 身体之上闪烁的金光瞬间尽数暗淡 而后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倒射而出 最后撞碎一片巨石 机器狼狈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之中 而当那道大腕身体被掩埋在碎石中的人影倒射而出时 众人眼瞳这才猛的一撮 因为那道身影赫然便是风云王朝的梦烈 只不过原本凶煞无痞的梦烈 此刻整个身体都是呈现一种扭曲的状态 看上去极其的诡异 远处的森林凶煞之气暴涌而来 一道巨大的身影宛如鸿鸿凶兽一般暴虑而来 最后重重地落在了梦烈前方 没有丝毫的犹豫 灵力无痞的一拳极其狠辣地轰在了后者脑袋之上 所有人的眼皮都是在此刻剧烈的一跳 这等要害攻势 就算是那梦烈有九条命 恐怕都是要死得干干净净 梦烈也完了 碎石灰尘弥漫开来 那道巨大的身影也是飞速地缩小 很快便是变回了小颜原本的体型 在她的身体上还能够看见一道道猙獰的伤痕 虽说最终打败了梦烈 但她同样是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 不过不管代价再怎么惨痛 比起那生机彻底断绝的梦烈 显然是要好上无数倍 小颜在那众多目光下直接抓起梦烈的身体 然后也是如同临动一般将其手中的涅槃印吸收 当即她手中的涅槃印也是化为了纯金之色 而在众人为此而震撼间那不远处一道黑影 却是呈抛线一般的掠来 最后重重地落在了那梦烈尸体旁 众人目光一看 那鼻青脸肿的模样 竟是风云王朝的最后一名四元涅槃境强者 罗通 不过比起风仓两人来说 罗通显然捡了条命 不过他那眼中的恐惧之色 却是浓郁的无法化解 谁也不知道 在先前与小雕的交手中 他究竟是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而在这罗通被丢出来之后不久 又是五道狼狈身影被丢了过来 不远处苏柔飘身而来 绿光在其周身涌动 释放着极为强大的波动 看这模样 那风云王朝的五名三元涅槃境强者 竟然是给他一个人全部收拾掉了 小柔 干得不错 望着这一幕 林洞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旋即冲着苏柔竖起拇指 苏柔周身绿光迅速地消散 面对着林洞的夸奖 他脸蛋微红 旋即有些担忧地道 林洞大哥 你们的伤势 不碍事 林洞笑着摇摇头 哼 还真是惨战呢 竟然搞成这样 小雕的身影 此时也是晃悠悠地 从远处漫步而来 他目光在浑身是血的林洞 于小岩身上扫了扫 戏虐地笑道 惨是惨了点 不过确实痛快 林洞一笑 不得不说 这封仓已尽梦烈的实力 的确不凡 自从进入远古战场之后 他遇见过不少对手 但却是第一次 拼得如此惨烈 不过这风云王朝 倒是完蛋了 小雕淡淡一笑 说道 的确完了 这句话 也是直接从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冒了出来 那一道道目光望着这里 最后不少人都是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似是要将心中的震撼吐出来一般 风云王朝两大首领 如今却是尽数的葬身在死 这个超级王朝 显然也将会名存失亡 他们或许是在进入核心地带之后 第一个被淘汰的超级王朝 而完成这种壮举的 却仅仅只是一批来自低级王朝的人 此事传出 必将震动整个的核心地带 这才是真正的一战成名